有消息说 目前苹果各部门的员工都已被告知 公司在未来几个月内都将不会招聘新员工 此次冻结招聘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9月份 这一波冻结招聘将覆盖苹果内部几乎所有的部门 且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的全职员工 只有零售等部门可能会为了应对圣诞节购物潮招聘部分销售人员 同时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 此次冻结招聘是由于苹果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内 都没有预算用于增加人手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 那么苹果目前的财政状况或许已经处于一种非常不健康 甚至是危险的状态 导致苹果必须通过控制招聘等方式节省开支 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11月2日下令对郑州富士康集团 所在的主要区域进行为期7天的封锁 此举将严重限制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的出货量 周二的时候 郑州报告的感染病例也比前一天增加了三倍多 生产iPhone的郑州富士康厂区也爆发出了严重的疫情 进入封锁 区内居民超过60万人 当地政府在其微信账户上发了一则声明说 封锁将会持续到11月9日 除医疗或其他必要的原因之外 其他人员和车辆不得上街 所有企业都必须居家办公 只有关键企业允许继续运营 但是并没有说明有哪些企业是关键企业 区内居民也必须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郑州富士康工厂负责iPhone11系列80%的产能 其中85%以上的iPhone14婆肉都位于该工厂 这一突然封锁行动 再一次显示出清零政策带来的巨大风险 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富士康的主要运营基地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由于郑州工厂出现问题 第四季度iPhone出货量的预期 比之前的8000万部下调了200万到300万部 并且发现该工厂的产能利用率 大约只是在70%左右 虽然中国当局宣布封锁时间为7天 但是因为其地方官员会经常延长封锁时间 富士康郑州工厂是否有足够的储备零件 以维持运营尚不清楚 在全球电子产品需求空前低迷的情况下 苹果公司今年9月突出新款iPhone14系列 尽管新款iPhone表现优于其他智能手机的制造商 但是由于预期的需求激增未能实现 苹果已经放弃今年增加新款iPhone产量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